纽西兰最美的风景就是踩在你脚下的土地 在纽西兰的动物都是放牧的动物 都看起来非常开心 你可以看到牛、羊、猪、鹿、马 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的鸡 在纽西兰你永远可以看到整片的草地 不管是在山上或者是平地 你都可以看到短短的小草 真的是非常可爱 纽西兰的地形真的是非常丰富 那我觉得最有特色就是它的冰河地形 但是冰河正在快速融化当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亲眼看到这种壮阔的冰河 其他的地形我是觉得好像没什么啦 因为台湾的地形真的也非常非常丰富 台湾自己就已经很美了 我一直觉得纽西兰好像是放大版本的台湾 纽西兰的湖都是非常非常大 就是你走不完的那一种 湖水都非常清澈加上蓝天的反射 你看到每一个湖都会感到赞叹 我们是冬天去纽西兰的 所以是纽西兰的夏天 那温度差不多都在二十几度 理论上是不会下雪的 那但是有几个比较海拔高一点的地方 有下雪像是最高峰 Multin Kirk Multin Kirk全年都有雪在山顶上 我发现一个很酷的地方 就是台湾的玉山竟然比Multin Kirk还要高 台湾真的是一个奇葩的地方 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四集 那下一集是我们的摄影篇 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吧 继续演出水 灵震 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